在那儿 现在是贵阳 贵阳 没一家 谁要在打枣工 我一直说 学习贵阳 这个贵阳 有些人都好吃又好玩 这一切都很棒 而且大家现在都在努力的推荐自己的家乡 希望大家能够来贵阳玩 贵阳人特别有趣 然后吃的也非常好吃 然后天气也很舒服 而且就是经常可以发现到 你非常意想不到的惊喜 还有一天就开场的贵阳演唱会 7月13日 周深将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开启他全国巡回演唱会的第四站 也是意义非凡的回家之旅 这场演唱会 不仅是对他音乐生涯的一次盛大庆祝 更是贵阳人民对这位本土骄傲的热烈回应 说起这场演唱会的预热 那简直是全程总动员啊 走在贵阳的大街小巷 你根本躲不开周深的魅力攻击 地铁里一列列周深主题痛车 闪亮登场 粉丝们用爱发电 把车厢装扮得如梦幻乐园 出租车LED屏 公交站台 甚至那些高高在上的地标建筑 都纷纷换上了周深的帅气海报和灯光秀 这阵仗比过年还热闹呢 贵阳文旅局更是届八日点名周深 推出游玩和美食攻略后 10日连续四次点名周深发布了应援排面 并说欢迎深深和生命们回家 就冲这句话 还是贵阳文旅局会说话 还发了再次详细的美食攻略 米子们可以参考一下 此外 贵州文旅厅也爱特周深 带话题周深与家乡贵州 双向奔赴发布说 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忘推荐贵州的周深 将回家乡开演唱会了 家乡氛围组已就位 贵阳应援排面已拉满静待周深 请你们相信你们非常非常有力量 因为你们把一个这么普通的我 给慢慢地被大家看到 被大家听到 我站在这里 就是你们创造的奇迹时刻 好 大人的全世界都被 never deny 一无数可渺小的光彩 就能照亮不长未来 我能尽叫多么精彩 we can't ever do like 就让情节与我同在 将这名秀 尽闻尽的云烟 一旁 尽于穿着黑包 安静站在背后 可惜天堂 都不願向我再起舍 我 千世住你的現實 我 終於守護我 我 千世住我的天 我 終於守著 我 終於守護我 我都在你身上 天哪一致美的意義 我都在你身上 天哪一致美的意義 我再回到你啊 你的我相遇 在如此美丽 我再回到你啊 你的我相遇 在如此美丽 我再回到你啊 你的我相遇 你生日夜相遇 我再回到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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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想到你啊 你也不想到你啊 我再回到你啊 你也不想到你啊 你也不想到你啊 我再回到你啊 的大量涌入 家长们因飘远紧张而在场外等待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为了更好地照顾到这些小观众 演唱会现场特别设置了 未成年人通道 并有专职工作人员负责 方便家长接送 这份信心和贴心让人倍感温暖 而即将于7月13日举办的 贵养演唱会 更是特别安排了未成年人联络卡 上面会填写小小观众的姓名 家长的联系方式 嘱咐小朋友有任何情况 可以随时跟场内工作人员联系 进一步保护小观众的安全 不管是周深还是工作人员 都特别细心又贴心 一直有把观众放在心上 谁能想到居然看个周深演唱会 还有伴手礼拿 而且根据场地天气节日等 每一场的伴手礼都贴心升级 好多人都表示 这是第一次在演唱会见到 从来没有过 真的是贴心MAX 甚至周深演唱会前天彩白时 知道场外很多歌迷在听 还特意送水出来给歌迷 周深的周真的是周到的周 不管他现在有多火 周深永远真诚 低调谦逊 永远把歌迷捧在心上 悉心照顾他们的需求 很多人说 喜欢周深后很难再喜欢别人 始于歌声 限于才华和性格中一人品 本周六 周深即将在7月13日 与贵阳举行演唱会 让人震惊于他在家乡的强大影响力 整个城市已经弥漫着 他无处不在的身影 整个城市为他而沸腾 这汹涌的爱意 就好像向全世界分享 这个从小镇出去的青年 心光意地回家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7月13日 贵阳站的精彩演出 感受周深带给我们的无限感动 周深是中华小东家 你晨晨跟白白跟露鲁应该是一组 因为他们经常都会有很多很好玩的互动 一路成风又鸣翻白眼 肯定是晨哥和凯子啊 因为这两个是非常元老级的老男团成员 所以羁绊肯定会最深 李正好李正常妈 可因为秉太老师抱张之源 比我刚才拿湿烙袋还剪的 横骨无形的力量拽回来了 我抱着他不想出去 给我们一个视线 这话是说给观众听的